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常态分配的期望值跟变异数 我们要算一个分配的期望值跟变异数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利用的是所谓的动差生成函数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的动差生成函数 那么对于期望值来说 那就容易了 我们就直接微分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前一个部分 我们利用了我们刚刚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这个是常态分配的动差生成函数 那么算出一阶动差 就是对T来微分 那么再令T等于0 就是我们所称的一阶动差 也就是期望值 好那我们尽情对它的微分 现在对T来微分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是指数函数 这上面是一个合成函数 那么合成函数的微分 要利用连锁率 我们就等于1的照超 再乘上上面这个函数的微分 上面照超再乘上上面的微分 这边的话 微分这边都有一个二分之 这边对T来微分 这边就出一个二μ 这里对T为分 这边是T平方就变成二T 所以变成了二T乘上σ平方 那么再令T为0 再令T为0 这就是所谓的一阶动差 就是μ 那么T等于0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边是0 这边是0 所以这整体来说 这个1的0四方 这就是1 所以这边不用看 但这个是如果是令T为0 那这边就是0 2μ除以2 2μ除以2 那就是μ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期望值 就叫做μ 那么符合我们原来定义 那么我们再继续算变异数 变异数需要的是二阶动差 那么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留下来 这个算式先留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要微分两遍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一次微分的先保留着 好我们看看 这是一阶微分 刚刚保留的 现在要准备要微分第二次 那么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这边分成了两个颜色 重点是因为这边跟T有关 这边也跟T有关 所以我们要微分 再微一次要怎么做呢 各位同学要注意 这是一个相乘的一个微分 所以我们要采用的是 前微分 后面不微 加上前面不微分 后面微分 的方式去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再微分一次 这叫做二阶洞察了 来我们看一下前面微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前面微分的话 我们算过了 这边要用连锁率 等于 这是前面微分 蓝色的是前面微 然后后面是照超 然后再加上面 前面不微分 后面微分 后面对T微分 简单 为什么 这边来说这是零 这边对T微分 就是二Sigma平方 所以除以一个二 就会变成很简单的 就是Sigma平方 来我们把后面的部分 也写下来了 这叫做前微 后部微 加前面部微分 后面微分 那么做什么动作呢 我们要令T为零 令T为零 叫做二阶洞察 二阶洞察 令它为零 来我们先算出来再说 令T为零 这边零 加零 所以这边都不用说了 这是一了 这是零 零就不要了 那这边就是有 留下了一个μ 那么这边是零 这边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μ 这边是零 零 一的零四方 这边就是一 Sigma平方 所以我们算出来了 二阶洞察就是什么 μ乘以μ 加上Sigma平方 算出来这个以后 要算变异数 这不是变异数 二阶洞察并不是变异数 二阶洞察相当于是平方的期望值 所以我们的变异数 怎么写呢 二阶洞察 减掉一阶洞察的平方 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我们写下去 μ乘以μ 加上Sigma平方 减掉 期望值的平方 μ平方 我们发现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得到的是什么呢 Sigma平方 我们可以利用 动差生成函数 就是一阶动差 跟二阶动差 很轻松的 利用 微积分的一些计算 算出期望值 以及变异数 我们这个单元 利用的是 这个是要什么 动差法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简单 那么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了解什么呢 我们在后面将会用到的 这个是标准常态分配 用Z来表示 Sigma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弧线 是比较集中的 如果说Sigma很大 是代表离散的趋势 如果大的话代表的是 开阔 也是低扁的状况 我现在的目标 会用到的 帮助 帮助 我们下回到的 这个位置